哈囉 大家好 對 我是張老師 我們今天談的主意就是 從行天空到外太空 這有什麼相關 有 而且有正相關 第一個 我們常常問自己 老師 拜拜祈福有用嗎 有用嗎 有人說見仁見智 百分之一百有用 為什麼 因為這扯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集體潛意識 拜拜 只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佛年過節我們都會去拜拜 但是誰在主導這個拜拜 你去拜拜這個行為 集體潛意識 集體潛意識怎麼來的 來自遺傳嗎 還是來自一種無形的力量 好 為什麼貓跟狗一見面 就有一種敵視的精神存在 為什麼狗看到人類就很喜歡 我們現在講原則的狀況 原則一定有例外 我們在講大概 他的一個常數 都是會這樣子 難道這個貓跟狗他們的父母親 有教育他們 以後你看到那個狗 你看到那個貓就要跟他打架 但是你看到人類要好一點沒有 這叫做集體潛意識 那你要往前追 這個經濟潛意識從哪裡來的 難道我們在廟裡拜拜之前 拜這個神 在這個神還沒誕生的時候 人類有沒有拜拜 有啊 還是有祈福祈禱啊 那大概往前推可以推到什麼時候 就要講到宇宙觀了啊 為什麼從行天空到宇宙 到外太空都要講 這就講到小宇宙跟大宇宙啊 你看看 我們的太陽系就是一個小宇宙啊 恆星嘛 有九大行星嘛 有地球有月亮嘛 那除了我們這種太陽系 還有很多系啊 那構成一個大宇宙 那問題來了 老師啊 大宇宙怎麼來的 大宇宙總有一個人誕生他嘛 還是一個創務主還是怎麼樣嘛 哇 我們必須要往前再推 老師啊 今天幾夜幾號 老師你住在哪裡 扯到一個時間空間的問題 我們在做命理推算 也是講這兩個事情而已啊 你小心喔 你大概什麼時候會很不好喔 那個地方大概在什麼地方喔 小心虧錢喔 比如說2019年啊 時間啊 小心你不要出國啊 尤其美國啊 尤其大陸還是尤其泰國啊 又講到空間 你看 那這個大宇宙的行程是來自一個叫做Big Bang 大霹靂 爆炸還是說到爆炸裡 但是大霹靂裡面都一樣 Big Bang 大概一百三十七億年前 這是根據NASA那個哈勃望遠鏡啊 要不要幾百 花了幾百億美金 找到一個點 一個轉折點 從那裡推 整個大宇宙爆炸 大概一百三十七億年前 從那一山浪 Boom 形成了時間跟空間的一個概念問題 所以以前 以前整個宇宙 大宇宙之前是一個混沌的 也像那個降弧狀的 迷迷糊好像那個 兩體體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突然間啪 啪啪啪啪 產生一個靜電 那產生一個大宇宙 宇宙在爆炸就產生小宇宙 下宇宙在爆炸變成很多太陽系 太陽系在爆炸很多星球 星球在爆炸很多大星球 小星球 慢慢這個星球慢慢慢慢慢慢 有太陽月亮的慢慢慢慢的冷卻 冷卻以後變成地表 再變成海洋 河流 變成平原 變成山地 慢慢單細胞 多細胞 然後植物 然後動物慢慢來 這就是宇宙的形成 那我們今天主要講是講 集體潛意識 在近代的歷史上 在近代的這個科學上 唯一一個人 做最集體潛意識 做最有系統解釋的 就是龍格 那龍格我們就要講到佛洛伊德 這個是近代歷史上 三大有名的心理學專家 佛洛伊德 龍格跟阿德勒 好 佛洛伊德講的就是本我 自我跟超我 這個ID EGO SUPER EGO 這個就不講 我要講龍格 龍格為什麼厲害 他講到一個概念 除了集體潛意識 講到這個概念最重要 跟我們的太極圖很像 太極圖 他講到一個叫ANY 跟ANYMUS 跟ANYMUS 為什麼我要推崇一下龍格 講ANYMUS 什麼叫ANYMUS ANYMUS ANYMUS是說在男人的體質當中 有一點女生的成分 ANYMUS是說在你的心目中 有一種男生的成分 這個大概一百年前的人 一百年前 大概 可以查查看他的歷史 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資料 我看一下龍格阿德勒 沒有資料 龍格是1875年的人 1875 大概一百多年前的人 你知道中國 這張叫太極圖 中國在北宋初期 大概一千年就出現這個圖了 陰中有陽 陽中有陰 這一千年 這一百年 像不像這個講的 男生體中有女生的特質 女生體中有男生的特質 當你這個特質太高的時候 就會變個性 這個一樣 會變個性 所以說為什麼愛情是很盲目 愛情你不能透過數據的分析 比如說這個男生很有錢 又高 又富有 又帥 你們可以想像他的對象 一定是也高 又很漂亮 又有錢嗎 不一定為什麼 因為這個男生的體質 已經留下這個女生的DNA 他只要感覺到那個女生 具備那一種特質 這個男生就會愛上這個女生 所以你注意看喔 那個很野的女生 比較野性 命中帶欺煞 命中帶欺煞的女生 喜歡那種豪邁粗曠的男生 我不管你是不是流氓 其實流氓也不錯啦 一直講流氓好像很顧面 就是有的人做事比較魯莽 偏偏這種女生對這種男生特別癡迷 這個女生搞不好出身也很好 他命中帶欺煞 就是他的體質上面有男生的特質 你看 太極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有沒有 每個人都有一塊嘛 這個是陽中有陰 這個是陰中有陽 這也是2500年前 釋迦摩尼佛一直在教育我們的 不可以看不起任何一個人 因為任何一個人 其實是一個壞人 只要一個念頭一轉 他都有可能頓悟成佛 所以你不可以看不起任何人 尤其那個過去有不好記錄的人一樣 你也不用太尊敬很多好人 因為好人可能殺了這些 也可以做出很恐怖的事情 這叫做黑暗面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講到集體的潛意識 一定要談談融合講的這個東西 所以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在做命理的分析 做陽宅的方位的定位 也是集體潛意識嘛 除了我們在做八字 在做易經 還是做陽宅布陣 找方位的問題 除了它是一種統計學以外 也是一種集體潛意識 為什麼 你認為找老師來問 我事情就解決了 這個就是集體潛意識啊 為什麼命理是要懂這些大爆炸理論 因為你要只知其然 也要知其所以然嘛 為什麼人家要拜神 你真的以為人家那麼笨嗎 郭台銘拜關公拜得要死 郭台銘會比你笨嗎 王金銘也拜一個 拜一個神拜得很虔誠 還有那個洪基的老闆 也是拜馬祖拜得很虔誠 他會比你笨嗎 不會 他們為什麼拜那麼虔誠 因為他知道 很多東西我們根本沒辦法做到 在你無助的時候 你一定要依靠宗教還是形而上的力量 你才可以渡過難關 啊誰告訴你這種觀念的 集體潛意識 怎麼來了 一百三十七億年前 從那個最原始的單細胞 就已經留下那個集體潛意識的誘因 這個就是一個誘因 如果你知道集體潛意識確實存在的話 我跟你講很多東西 你都閉起眼睛來就知道怎麼做 人生零到一百個選項 你不一定要達一百分啊 誰說一定要幹總統 副總統不行嗎 吳彥宴院長不行嗎 還有那個部長不行嗎 可以呀 為什麼當老師一定要幹到校長 訓導主任不行嗎 副校長不行嗎 教育主任不行嗎 行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今天在跟我們講一個東西 就是說 行天空外胎缸有沒有連結 有啊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是凡夫俗子 我們不是做這種理論的探訪 我們就回到我們的務實面 去拜拜啊 人家說有拜有保備 沒拜怎麼辦 沒拜會出事嗎 不知道啦 你就有空去拜拜 去祈祈福 每個人都說去了 如果你竟然不去拜拜 萬一出什麼事就是 哎呀 早就要去拜拜 集體潛意識 沒有人提醒你 沒有人教育你 沒有人要求你 你還是會走這種路 集體潛意識 超你想像的掌控力 這叫做龍格講的集體潛意識 下次有空我們講講阿德爾 人類因為自卑 我們人類都有自卑 可是因為超越而偉大 如何超越自卑 下次再弄個帶子來講 因為今天講的是講 整個宇宙 這個 從行天空到外太空的連結 現在再講講阿德爾好了 再講講結構主意 好不好 今天大概就講到這裡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還是有 什麼的觀念 知識要跟老師分享 歡迎找我好不好 看看 前台灣只有我這個秘密老師 敢講大爆炸理論 誰有辦法講到一百三十七年前 講個流連就不錯了 我跟你講 為什麼要懂這個 不是你的專業性 你的知識性 還有你的趣味性要夠阿 不然客人花這個錢幹嘛 找你講什麼 每天唸經啊 慈善啊 吃素啊 人家不要聽這個啊 人家喜歡那種feel啊 有沒有 風趣中帶點幽默 幽默中帶點食物的改革方法 對不對 我們不是學校的教授 學校老師教你怎麼做 只是跟你講 你這樣做可能會這樣 這樣做可能這樣 那如果你都不做 可能會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建議你三選一 有沒有 叫做比較利益 看看哪個對你比較好 拜沒有好處阿 不拜沒有什麼壞處 但是拜跟不拜當中 你只是舉手之辣嘛 去那邊拜託一下 了竊你的一種心事 當然有用 有沒有用 有用嘛 怎麼會沒有用 老師每年春節都拜得很虔誠 為什麼 太有用了 不可思議的超能力 好啦 今天就講到這裡 那個 下次講一下阿德樂好了 好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